今天来做一道芋头咸饭 你把它学会了 人人都会夸你会做饭 食一吃酥等于风一吃酥 食一日酥有八日风 我是奇善素食大厨刘勇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素食烹饪心得 来 我们来切点配菜先 切点红萝卜 把它切粒就可以了 我比较喜欢吃红萝卜 就可以多放一点 来 再配上一点芋头 这是利谱芋头 这是供品非常香 非常粉糯的利谱芋头 也是把它切成颗粒状 所以自己做饭就比较有好处 想吃多少就放多少 再配上这个季节应该吃的板栗 来 我们把火打开 倒点油下去 我们准备点花椒 有红花椒跟青花椒 红花椒是香 青花椒是麻 来 我们把花椒滤出来 我们加那个油就可以了 把那个花椒油倒回去 我们炒这个料 好 来 我们做个调味先 放点非常鲜美的松茸素蚝油 再来上一点松茸鲜 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好 把它炒香之后呢 我们放一旁备用 来 我们继续啊 把这个洗过的米把它放在开水里面去 来 我们来开大火来煮这个米啊 大概煮它五六分钟 把这个米煮成有七八成熟 来 大家看一下啊 煮的有七八成熟就 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好 我们捞到这个刚才炒好这些菜上面 这个米汤千万不要倒掉啊 这是最好的这个 最有营养这个 好 到了这个时候呢 为了这样呢更香一点 再炒一下 这样炒一下呢 它会更香 好 关火 我们把这个炒过的米 倒到这个电饭锅里面去 这里面是不用加水的啊 我们盖起来 用煮饭煎就可以了 来 时间到 把饭锅打开 哇 搅拌一下 芋头的香味 拌着这个发酵的香味扑壁而来 拿个碗来尝一下 这个就是非常香的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的芋头咸饭 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放一点花椒去爆香它 现在这个饭呢 具有花椒的香味 它不是麻的 只是一股很香的花椒味 这个利谱芋头吃起来比较酥软 肉质比较细腻 再来一口带着米饭香味的板栗 所以我们老祖宗是讲究不食不食 我们就是要吃当地的当季的 食物还是最好吃的 有时间你也学做一下呗 很简单的 差点忘记这个米汤了 我的外婆是很长寿的 她每天每一顿饭都要喝这个米汤 她说这个米汤是最养人的 一口香味咸饭 一口米汤 这样搭配真的很养人 也祝愿大家经常喝到这个米汤 健康长寿 很简单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